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后边的同志往前来来 各位专家老师往这边 我给这块详细介绍一下 咱们长白山采生习俗 咱们当地人叫做放山 放山习俗实际上 这个是经过上百年了 上千年以来 咱们的采挖人生的祖先 他们在采挖的过程中 没所的一些经验 一些习俗 咱们可以看它的总结的一些智慧 一会儿咱们在实践中再说 来 那往那看 咱们这里头有通过这个什么呢 几个泥树雕刻的什么呢 三个形象 三个形象里头 这个靶头 中年和那个什么未成年人 那个搬喇子 我先说啊 在晋山叫拉帮接火 一般情况下呢 说这个晋山挖山呢 它有一定的风险性 一个是马大山 一个是碰上猛兽 不便于防护 那怎么整呢 咱们就在拉帮接火 成群结队 那个一个人呢 有危险 两个人呢也不安全 那建材起义嘛 也得防止 一般是三个人以上 它讲究什么 去单回双的原因 就是三五七九 有这个说法 就是说 不到特殊情况下 一般是这种规矩 就是说挖到人山 作为人来对待 回来就是双 汽油单 也有去双的 但还有 它因为有特殊情况下 出现这种情况 咱们啊 进山了要做准备 先把那个吃的粮食 这碎的东西啊 携带好了 中间这个啊 是咱们的靶头 就是它的 放山帮火的领头人 他这个大伙推举 有那个什么 这个能力强的 大伙中 那个威望高的 来担印 旁边这个 那个身体壮子啊 是个拉奔的 什么多背东西啊 咱们进山 实现半个月 一个月都是大 所以说 要背的 它要背得多一些 旁边那个 有的说是小姑娘 那咱们有女同志上山啊 这是半哪子 咱们这个 服饰什么的 这个形象 是依据明朝 所以说 未成年人 他不那个什么 不束发 不像他们顶上搞的是 那个布儿什么的 把它盘起来 他是不束发的 所以看吧 眼前跟小姑娘是爱 进到山底 要上山的时候 要搭个老爷府 要祭拜老把头爷 老把头爷就是咱们 放山人的那个神 保佑咱们那个放山人的 挖到大货 拿到大货 所以大货就是人生 大的人生啊 保佑发财平安 所以他要祭拜老把头爷 这祭拜 祭拜完了 要观山景 一般把头领 大伙要看 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人生 有了人生 咱们就在这 才可以安心乍在吗 他看好地方 说这个地方行 可以 他凭经验啊 凭你的什么 别人做梦啥的 还有很多的原因 因素 来判断 觉得这个地方行了 大伙喊一声了 真的那个喊喊高声的 为啥呢 把那个猛兽啥的震跑 接着一下就叫鸭山 鸭山就是寻找人生 啊 寻找人生的过程中 叫鸭山 鸭山这个是 按照那个什么 把头居中 一字排开 那个 把头是头柜 挨到他的是腰柜 两边把边的是边柜 一般是边柜 也都要需要 那个什么 经验非常足的人来担任 也有把头把一面 另一个方才经验非常足的人 把到另一趟 就像咱们说的那个 副队长 副队长 这个领服的和那个副领导 他俩关系 以免那个什么呢 这个走私走迷 这里头啊 这个关系 往前走 边走 边缺树枝 叫打拐子 有里拐外拐 左手那个什么 里拐 右手外拐 要缺方向 以免你来回走 因为森林嘛 非常大 你可能走回去 一会儿转转就走回来了 取数字的就指你的方向 过来回翻趟了 是做记号吗 做记号 做记号 给那个什么 往前走 一看这块取过了 咱们走过了 这个也好 在这寻找的过程中呢 他又有规矩 不要你烂说话 那个大声说话 不要乱说话 以免分神寻找人生 怎么整呢 他要那个什么 联系怎么联系呢 这个时候他有 那个说法 有讲究 就是拿着他的那个什么呢 锁宝棍啊 我说了他们手里吃的是什么呢 锁宝棍也叫锁锅棍 便于防身寻找人生 用他来敲鸡树干 敲一下 大家一次回一声 就都敲一下 这叫什么呢 就一天 咱来七个人比弄 那我敲 把东敲一下 别人一回六声 咱七个 对了 继续往前走 平安 敲两下的时候 要就地休息 大伙围搂一块 抽出烟了 坐一块歇一会儿啊 这个时候吧 那个素顿都不要做 这个锁宝棍 不要含在地下 要搂在怀里 或者直接插在地下 这是有规矩的啊 这个素顿是老把头 你的座位 就是说抽烟 抽烟 你要没有烟了 你不能说我 没有 不准说 它里头有些忌口 不过少了什么死 这些都不能说 所以说这个里头 咱们大伙这个时候呢 它有忌口 有一些东西是干啥的啊 这个说的你拍拍烟口 别人知道你没有烟了 我就逼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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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